大家好 欢迎收看日更TV 澳门新街坊在昨天11月1日正式开放给澳门居民参观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看看 当局在横琴口岸的北平台设置了免费的穿梭巴士 接载市民往返横琴澳门新街坊和横琴口岸 今天是11月2日假期 现场都相当多人 在排队的时候就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事源就是有现场的工作人员安排非常之混乱 很多人连排队的龙尾都不知道在哪 包括我自己 于是有人就迟来先上车 搞到现场就有人在这儿叫笑 然后就有另一位工作人员过来协调 现场保守估计应该都有超过100人 而穿梭巴士每15分钟一班车 得20几个位置 所以我最后就决定叫网约车了 好了 坐了10分钟左右的车 终于都见到澳门新街坊 车费大约是12个多人民币 然后隔离我们就见到将来会做学校的电宗物 最后司机车了我去学校地盘的门口 现在我们就走回正门那边进去 见到这里地盘的门口都有很多不同的小食堂 刚在学校那边走过来 走了大概十几分钟 终于都来到穿梭巴士的上落客点了 一进来会所的大堂就见到 还有一个沙盘 现场也有工作人员在这里介绍 看回现场的一些介绍 澳门新街坊住宅楼宇数目27栋 楼高有19-26层 住宅单位总数有4279个 可供出售就有4073个 人财房206个 车位就有4077个 陆化率35% 两房单位占80% 总建筑面积大约88平方米 而三房单位就占20% 建筑面积大约118平方米 现场见到有一个申请区 将来签约可能就在这个位置 这次就完成了 这次就完成了 这次完成了 今次开放了两层 5楼是示范单位 4楼是胶楼标准 我们首先来到5楼看看 首先来到501这个单位 装修风格是学圆黑白灰 一进来右手边就有一个望天井的窗 厨房就见到一个露台和放了布洗衣机 而抽油烟机和煮食炉就用了西门纸 而雪柜就去Panasonic 厨房老台和厅老台也是一样 望到内缘那边 这是一个两房单位 我们现在看看这两间房的装修风格 而冷气的品牌就用了格力 现在我们来看看厕所这一边 厕所的水龙头、洗手盘、座廁和发沙都用了货 厕所的窗窗窗就是望到内缘 亦都见到会所的游泳池 出来厅这边 电视就用了TCL 现在就出去露台看看 今次开放的单位景观大多数都是望到内缘 现在看看502北美黑湖陶峰格 这个也是一个两房单位 都是一个两房单位 这是一个两房单位 現在來到5037 風格是北歐芬蘭木 都是涼房的單位 被開放到後 一把電鍵乾燥 全部都被開放 連結了 水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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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晶 而我亦都发现到一个挺奇怪的设计 厅的天窗是可以望到对面的厕所 下一个两房单位我们就来到504房的温兴圆木坝 下一个两房单位508号房的北美红鱼木坝 是吗 咖啡 之後亦是兩房507室的品味新市風 這房間的景觀比較好 可以望遠一點的地方 終於來到三房的示範單位就是505號室的現代淺啡風 這裡的露台是跟之前不同的 它是用到頂的玻璃窗 可能是適合養貓或有小朋友的家庭 之後我們來到另一個兩房單位506號室的暖暖奶油風 好 我們看完五樓這麼多風格示範單位了 現在來到四樓提到一些交樓標準的單位 首先來到這個兩房單位 而三房單位我就不怕了 都是跟上面那層的示範單位一樣 只是沒有了一些家庭 好 現在駕駛完就回去 看看電梯大堂的環境 走的時候因為不是很多人等車 所以我都選擇了坐這個穿梭巴士 回到橫琴浩湾那邊 不知道大家看完這些單位之後覺得怎樣呢 我其實就覺得裝修和間隔都不錯 不過在坦州可能會有更好的選擇 而且大陸很多時買樓都會有一些贈送面積 而這個澳門新街坊看來就沒有了 再加上今次我來的交通體驗真是一般 到時如果四千多個單位住滿 在橫琴浩湾那邊就算有穿梭巴士 都不知道要等多久 影片就到這裡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說下你們的看法